中英街確實沒有一個邊界 所以我們必須在中英街之前 會做一個安全檢查地方 其實這個檢查站現在都有 我們日後改建了 只要令到更舒服 以及室內可能有冷氣 過境時會舒服一點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中英街 其實這條街一邊是內地一邊是香港 中間就甚麼都沒有 兩邊有褲頭 就像你走落黑道一樣 一邊就是內地一邊是香港 只是街頭街尾就是兩塊石 石毛即是分了街 其實現在這個地方是指定區域 逢星期六日或公眾假期 就是一些旅行團可以來這裏 你會看到拿車可以去洗手間買東西 然後來參觀這裏 不可以出高個範圍 全香港最長的碼頭280是 可以走走走 以前這棵牆沒有東西 本地有些學生 我們和學生合作 這些設計全部是來的 一會兒你去到中英街 看到真的有這些碑解石 就是這樣的 這裏有兩樣非物質文化 一個叫陸上龍舟 即陸上面爬龍舟跳舞 另外一個魚燈 就是沒有魚燈 想像是沒有火龍 不過拿著魚 沒有魚燈 四朵金花在這裏 還有這裏有個叫做幸福小魚 我們在那裏攤檔有些小魚 寫了大公銷量每天十萬飯 寫在這裏 就綁在這裏 去個縣就靈了 我家人工加到八萬 那便靈了 再敲完這一刻更加靈 這個是我們和多利居民一起想出來的 就是開放的時間 多想一些吸引客人 多些是活動 要不然你只是來到 好像沒甚麼 那便可以有些多些東西 藍色的波波 這是甚麼來的 是不是邊界 很多人以為這是邊界 其實不是的 邊界會再出一點 這個藍色的波波最喜歡水景 因為當年很多人走私 那些船就走私出去 所以現在是用來製造藍色的波波 讓人便衝不上去 這裏便是新樓街 你見到廣州式的騎樓 你見到這些是傳統的 日生窗 以前就是這樣建 前面的這些是傳統一點 這裏是50年代的這些樓 這裏不下 這裏是三多年 三多年 我們現在每天分開幾段時段有的旅行團 旅行團下車的位置 有洗手間和攤檔 推廣一下沙頭角的文化 其實平日是停車場 星期一至五是開放給市民泊車 到星期六日便有攤檔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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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記得上次我幫你炒嗎 對…上次炒時可以幫忙 金花 吃到金花 金花 吃到金花 把幸福我幫我送蠟燜 太好了… 還有蠟燒賣嗎 沒有啦 太好了 沒有啦 你給我買了嗎 上次買了 挺好吃的 在冬天才會出現 是啊 你好一點 你有風扇吹 是啊 我看前陣子下雨 現在換了新的炎縫給你 是啊 這個多好 中英街 以前這張真相來的 真相來的 待會我先買過 是 有件T恤的 這個也是真相來的 然後很有趣 就是這樣 中英街 一個是街坊軍 一個是香港警察 早安 早安 你們是甚麼旅行團 我們青衣這邊 青衣嗎 是甚麼團體 還是甚麼 我們青衣民生會 青衣民生會 你好 你好 是啊 可以進來 可以去洗手間 你們待會來賭嗎 出不出去賭嗎 是啊 我們去 待會可以去賭 可以買下這些土特產 挺好的 你好 你好 郭掌 我的幸運 買了一隻 這個 買了一套 這個 阿哥想可以拍照嗎 當然可以 我來可以嗎 好 進來 進來 謝謝 太太 謝謝 謝謝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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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見面 又見面 減肥 減肥 要減肥進來吃 你的好東西 對了 要將那個 要在這裡寫 你安定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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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 謝謝 支持這些土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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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掌 謝謝 郭掌 謝謝 郭掌 剛開始的試驗計劃 在碼頭做一個逢星期六日公眾假期 做一個開放區 主要是讓兩團經理這個地方出外賭 但我們都發覺沙頭角真的很漂亮 除了碼頭這裡很漂亮之外 譬如是新樓街 一些廣州的劇樓星的建築 又或者是舊消防局 或者是天后宮都很漂亮 我們經歷了半年一個試驗之後 我們覺得整體開放沙頭角 給市民是有罪的開放 是可行 還有對於無論對旅客也好 或者對本地居民也有好處 其實本地居民 我們最初都怕開放了碼頭禁區 會不會引起滋擾 但原來我們發覺市民是很喜歡的 為甚麼呢 他們有機會推廣沙頭角的文化 包括一些客家文化 以及我們在整個開放教育裏 做了很多宣傳 有沙頭角的獨特文化 例如炒米餅 一些陸上龍舟 這些文化都可以被其他香港市民 體驗到 以我們都要確保 外面來的市民 不會對區裏造成不斷滋擾 所以我們最初打算是一千 我們看看情況是怎樣 究竟會否有很多人 會否都可以 甚至我原來一千都沒有影響 我們再決定是否重度會有更多 而且每個地方剛開放的時間 只有一十多人來 等人開始順暢後 可能不會突然一拨風湧來 可能對整體開放會有利一點 英家這裏始終是一個邊界 所以就算第二期開放也好 中英街也沒有人開放 因為一個中英街是到內地的路 所以我們都會在中英街之前 設一個特別有證才能進入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在邊境安全方面很著重 以外被人走進來或走出去才會麻煩 所以我們都會配合 包括我們有些保安的建設 另外就是會是煽動科技 確保在我們開放後 我們邊界仍然是安全 其實兩地一檢和一地兩檢很混淆 可能同一個地方 兩個人一起檢就一地兩檢 兩個地方放在一起 就兩地一檢 說的話其實都是很類似的 我們就清晰一點 然後就說合作查驗一次放行 即是我們將兩個邊境的青關黏在一起 只要你出示一次證件就可以放行 所以這就是我們希望有效做到的事